好的,那欢迎大家,那我们开始那个2020年8月份的那个我们每个月的社群会议LiteCoin的 那我首先我交代一下刚通过的两个议案,那个是什么 连续有两个议案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是Proposal 2,一个是Proposal 3 内容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是纯粹做一个决策 另外一个第三个方案,Proposal 3才是执行 那内容就是把我们的vered data,就是验证人从10个提高到25个 在我们通过之前,我们只能最多有10个验证人 通过了Proposal 3就是在7月26号通过以后 我们就马上就执行了,就变成现在最多能有85个 所以马上就提高了从10个到12个 然后我陆陆续续也在邀请其他的参与者 包括Cofax,包括区块市等等,他们都说会加入进来 可是他们设那个服务器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然后也可以考虑看身边有什么人 有兴趣或组织可以邀请他们进来 有问题的话,首先可以看文档,当然在docs.light.co 否则的话还可以去g0v.slack.com 啊,不对,g0v.slack.com去啊,啊,啊,然后 hashtag Litecoin的频道去,去找我们来,来问 然后啊,有,有谁可以帮我在checkroom里面打一下那些链接 那啊,我交代就到这里吧,然后很简单,然后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往那个民主化再慢慢的去走 然后先提高那个席位,然后如果待会那个会还有时间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开通那个直接民主 就是拿着Likon的人除了可以透过Bilidata来投票 还能由自己来直接去投票 那个,我先交代,先让同事们交代一下Likon的那些进展 然后上下来有有几分钟就聊几分钟这样子吧 那接下来就是Admin去给我们展示一下那个Likon的新的功能 马上要推出的一个功能叫Superlike 现在是在一个Beta的状态 花筒交给Admin 好,大家好,能听到吗? 有,有听到,画面也能看到 有,有 一个行为哦 那因为我会做一个这样的demo 首先你在画面左手边看到的是我们Likon的界面 然后右手边看到的是Beg Deepa就是Likon的Explorer 可以可以观测到所有在Likon上面发生的转账的记录 那我会做的事情是会在Likon上面给Superlike一篇文章 然后大家可以立刻观测到在Beg Deepa上面 由于这一个Superlike的动作所产生的转账记录 那在demo的过程中 我们一共会有三个账号会牵涉在内的 首先是那篇文章的那个创作者 就是那个原作者 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分享他 就是第一个Superlike这篇文章的那个人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喵喵 然后第三个角色就是现在当前登陆了Likon的那个用户 那这三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 首先你看到左手边的这个界面 显示出来的文章列表其实都是当前用户 最终的人他Superlike的文章才会在这里出现 就是说当前用户最终的那些人 他的动态消息就像动态消息一样 那由于当前用户最终了喵喵 然后喵喵他Superlike了一篇文章 所以就在这个界面上面看到了 然后这个界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地球的图示 点进去的话就会看到所有被Superlike过的文章 就是无论你有没有追踪你都能看到 所以假如你想就是发现一些新的人 你想追踪一些新的你之前没有追踪的一些人 他的动态的话就可以在这里 往左滑就会有一个bookmark的option 可以追踪新的用户 我们看看左手边这边那个app的我们现在就会做一个动作 Superlike 首先我们先点进第一篇文章就是喵喵 然后share出来的这篇文章 那在这篇文章的最底下有一个likecoin button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likecoin button 你会看到他现在我是还没有给他Superlike 其实我还没有给他like 那因为我会先给他五个like 然后给完以后他的这个likecoin button的状态就会改变了 大概可以参考右手边这个画面 那我不多说我就立刻做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留意左手边的改变以后 就是点了like以后右手边的那个转账的记录有可改变 那我现在点了12345 那我刚刚给了五个like 由于我这个当前登录的账号是个赞享公民 所以立刻你会先在右手边Beggitpa看到几笔转账的记录 就是由那个赞享公民的月费里面分配出去的一个记录 好了看到了 现在你看到第一笔分了三个likecoin出去的这一笔记录 就是由刚才的五个五下拍奖立刻产生的一个记录 你看到他只是发给一个一个地址 就是635尾的这个地址有三笔了 现在有三笔 四笔五笔 有五笔 这有五笔记录 那些五笔记录都是刚才我拍手的时候 直接产生的由赞享公民拍手 由于赞享公民拍手 然后产生的给王刘三人这个创作者 这个文章的创作者的收入 那你看到左手边就是like a land app 上面那个likecoin button的账 它已经已经变成变了一个形状了 它从一个拍手的图形 转变成为一个新型掌帐的图形 那就代表现在你可以给他一个superlike了 那我现在立刻给他一个superlike 大家再留意一下右手边的变化 好 那我刚刚给了superlike了 需要一些时间更新等等 右手边那个backup 我先解释一下 你将会看到三笔记录 那第一笔是给创作者王刘三人的 然后第二笔出来了 第一笔是给王刘三人的 第二笔是给喵喵的 因为喵喵他分发了这个内容 他superlike了这个内容 然后当前的使用 那个like land的使用者 又在superlike了喵喵 分享出来的这个内容 所以喵喵也能得到奖励 然后第三笔就是分给 那个当前登录的那个用户的 三个like coin 所以你看到这三笔记录 总共是十二个like 就是每一次superlike 会产生十二个like coin 分别是分给创作者 跟不同的层级的内容 就是分享内容的人 那最多我们是可以分给三个 内容薄落 三个内容 三个superlike过这篇文章的人 所以最多是分给四个人 每人三个like coin 好 那右手边这三笔记录 大家有看到 有没有问题 在这里 那我再说最后一个点 就说完了 就做完了我这个示范 大家留意 左手边这个like coin button的状态 它变成了一个有T号的心弦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篇文章已经给superlike了 你已经superlike了这篇文章 但是你距离下一次superlike的时间 还余下一些时间 现在我们 你看到这个外面有一个绿色的圈 就是一个进度条 那是代表你距离下一次superlike的时间 还有多久 现在你看到它已经过了超过一半的时间 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是每逢十二点钟 就会从事superlike的权利 所以到今天凌晨十二点的时候 你将会有新一次的superlike的机会 所以还余下不够六个小时 所以是现在是进度条的显示就是超过了一半的时间了 那假如你这一段时间你是没有用过superlike 你最多一天是可以用到两次的superlike 这个意思 好 那我的示范差不多就到这里 最后是我们这个superlike的功能 其实还没有推到那个production 现在是在内车的当中 所以假如你是有兴趣一直体验 一直测试的话 欢迎发电邮到team.ly.co 这个电邮 告诉我你是用iPhone还是Android 然后就可以加入帮忙测试 然后假如你是没有安装 Thank you 谢谢Edmond 我补充一下那个一些背景吧 Edmond讲得很好 我觉得 可是我讲一下背景 就是我们那个like a land的定位 就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 我们想要做一个无大台的去中心的策展的 那个环境 就是有点像以前的RSS 你follow谁或者说你分享什么 对方一定会看到 反过来说你follow谁 一定会看到你follow的东西 就是我们完全不会帮他去做筛选 或者说排序 完全是按时间 可是这个当然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会产生非常多的内容 我看不完我的太多东西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设计 就是会让他每个人 一天只能分享两个内容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跟我们这个会关联很大的就是 我们环境 我们基金会本身会预设的帮所有用户 默认follow了几个账号 分别就是我们现在有合作的 那个公民媒体立场 然后当然Matters 重新闻 读媒 还有几个 然后尤其是希望把那个 视察和中心跟其他做视察和的一些机构放进去 因为我觉得花那么多的那个精力去做视察和 可是往往那个视察报告 他的那个出击率是远远低于那个假信息 那个哪怕我们查核多么努力 最后那个其实大家看不到 他看完那个假信息 然后就没有对往后查核出来的东西 就没有兴趣或者说根本没法看到了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把会邀请视察和机构 每天分享两篇他的那个视察报告 那我们会把所有的用户都圈进去 就是他一加入那个 Likon的生态 他默认的会follow那些视察中心的报告 这样子 那我们做完第一批以后 就是第一批默认follow的账号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权利下放到整个社群 就是让proposal来处理 这比如说那个Edmond有一个很棒的网站 叫bchai.cc 他的那个部落格 那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follow他的 他大可以就raise一个proposal 然后proposal follow 然后就说所有人都应该follow 就把我的部落格变成一个默认的账号 就大家都会follow他了 如果能通过的话 我们会这样干 所以我们validator 除了处理一些技术的问题 还会处理 那个还会影响到整个社群的人主要会看到什么 当然用户是可以就unfollow已经follow的账号 或者说去follow没有follow的账号 可是有一个默认就会影响到很多 那个触及率的问题 那还有13分钟我把那个时间交给充去update一下那个技术方面 对于我们Likonchain在准备的一些开发是怎么样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能看到这个Likonchain full-time upgrade这个吗 能看到 好 那我就开始了 好 好 首先 这个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东西就是Likonchain的更新 下一个版本它会叫做full-time 其实就是香港的一个地方叫做火炭 那个算是我们的发源地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之前都在那边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更新 然后full-time这个版本会有些什么呢 主要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Cosmos SDK 就是最底层所用的框架的更新 第二个就是ISCN的模块的更新 而最后就是 关于白皮书里面所写的创作者基金的实行 首先是底层的Cosmos SDK的框架的更新 我们会跟随着Cosmos的主网络Cosmos Hub的计划 他的计划会是将来会有一个叫做StarGate的更新 现在他们也正在开发中 然后会进入测试等等阶段 我们应该会落后他们一些时间 这个更新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效能的改进 就是会他会说会改进大概八分之会增加一倍的 处理的速度会增加一倍啊这样 然后他也会引入一个新的模块叫做Upgrade模块 用于比较轻松的处理接下来以后的更新 然后对我们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最低层的软件的更新 因为这个软件的更新会让一些 会让区块所占的磁盘的空间会大大的减少 因为我们现在每五秒 大约每五秒钟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区块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磁盘空间都是被区块所占用的 所以这个更新会让验证人的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硬盘的空间大大的减少 要注意的是他会 他Cosmos Hub的主网络会引入一个叫做IPC的功能 就是Inter-Blocksheet Communication 就是链和链之间沟通的功能 但我们暂时对这个持观望的态度 所以我们这个版本不会引入这个功能 未来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链想合作的话 我们就会开启这很多功能 然后和那些链合作去让这些链之间 可以和我们的链去沟通 但这个是要看未来的发展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Kin一直提到的ISCN的部分 简单的说有了ISCN的模块以后 Litecoin chain就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内容的注册处 听起来乖乖 注册处吧 对 注册处 对 就可以让 创作者把内容的原资料 Metadata 上全保存到链上面 然后链会给内容 用这些内容分配一个 一个ISCN的ID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ID来做内容的标示 Attribution 详细的话 Kin应该说了 应该介绍了不少 所以我 这一步多说 最后呢就是创作者的基金 Creators Fund 这个其实是我们 可以说还有9分钟 你可以说一点点 交给你说吧 我不知道 我不太会说 再会交给你 所以 可以啊 最后一个是创作者的基金 这个其实是在两年多以前 我们的白笔书里面 已经有提过的 就是会根据 根据使用者的 根据用户的行为啊等等 去决定到底 到底注作多少多少的Litecoin 分配给什么人之类的 这一部分呢 我们现在的目标会是 配合我们的赞想公民 赞想公民CiviteLiteCard的计划来进行 也会放到链上面 所以这个就会控制到链的 链的 公链的供应 就会它会根据 赞想公民的活动去 去决定到底注作多少 多少Litecoin 怎么分配之类 具体的机制 我们仍在设计当中 未来会给大家做一些更新 我目前的计划是在9月的时候 9月的时候做好软件上的开发 不过要到现在的进度应该9月末 或者可能要到10月初之内 完成这个软件的开发 然后就进入测试网络 测试网络 测试网络可以让大家 所有的validator 去熟悉这个链的更新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链的软件 有没有 bug 而且其他的配合的 配合的服务等等都可以做测试 然后我们入计会在年底第四季的时候 去推出 实际推出这个组网的更新 最后就是关于更新的过程 其实会有一点复杂 因为它需要所有的验证人的配合 具体的当我们测试过链的 链的软件等等没有问题 服务等等可以配合好以后 我们就会发起一个proposal 去决定一些关于更新的细节 例如在什么时间哪一个区块 用哪一个版本的软件去做这个更新 如果proposal通过了以后 那所有validator 就会在到达更新的高度的时候 去停止旧的链的运行 然后去汇出旧的链的资料 转换成为 经过一个固定的程序 去转换成为新的链的原初资料 然后验证人互相去验证 这个原初资料 大家互相验证 确保这个原初资料无误 这个过程本身也没有bub 最后验证人就可以用新的资料 里面包含了旧的链的所有的资料 去建立一个新的链 从第一个原初区块开始建立一个新的链 然后区块的事物也会从1重新算计 就是会建立一条新的链 有另一个代号从1开始 但是它的资料会是既成旧的链的这样的过程 详细的一些技术过程等等 也会在稍后开发完成以后设计和公布 然后这个大致上就是 这个cosmos 这个 来款圈的upgrade的 关于来款圈的upgrade的开发 就是这样 对 谢谢 嗯 我我们还有五分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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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 五分 比如说了我们现在通过了Proposal 3以后 就现在有25个名额嘛 然后很欢迎大家做一个Valid data 甚至现在是Valid data的 如果你想要细分你自己想要做一个 或者说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你都可以多开一个 那我看在场现在有的 比如说其一有兴趣 可以做我们最年轻的Valid data 其一几岁了12岁13岁16了 那个我刚才一开始讲过就是 我想要我说一下那个LikonChin的发展吧 就很快的回顾一下 就我们从去年10月15号推出的时候 当时候因为保守 我就是先特意定了只有7个Valid data 就是从比较少开始 而且那个Valid data是invitation only 就是没有开放给群众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 然后当我们通过了第一个Proposal以后 就是2月份的事情 就我们从7个Valid data 提高到10个 同时变成一个Permissionist的系统 就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 所以不需要问任何人没有一个进入自己 就能加入到Valid data Proposal Proposal 2跟Proposal 3就是更往前走一步 从10个Valid data到25个 然后我们从往那个民主化的方向又走了一步 现在我想要算是什么身份呢 可以说是一个 你说一个 创始人的身份也好 或者说算一个 普通的Leica Civic Leica的身份也好 我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Proposal想要提出来的 就是我希望就更进一步 就是让一般的人也可以自己去投票 而不需要把他的票都交给那个Valid data去投 因为其实这个功能是Cosmos本身都有 可是我们因为比较保守 就是刚推出的时候把这个功能收起来 简单来说就是说 哪怕我的Litecoin已经押给其他的Valid data 押给立场押给视察中心押给北科大等等 可是我在当有议案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选择自己去投票 就是如果我有投的话 就以我自己的票来做一个最终的定案 如果我没有投就是会以那个 我Deposit给谁 那个Valid data的选择来做定案 所以现在的那个情况会有两个别流的地方 如果你细想一下就是第一 我们的前面几个Proposal 因为没有什么争议性 都是百分百的大家都会投一个赞成 可是往后我觉得会就会有不一样了 否则我们的投票也没什么意思 已经7点了 我快快讲完 那个比如说我的Litecoin分别押给几个人 押给A跟B跟C 可是他的那几个Valid data的选择不一样 那如果我自己投 我就不会有那个我的票分别 会有不同的那个选择 这个这个奇怪的情况 第二个奇怪的情况就是 那个Litecoin的投票机制 其实是他有两周的投票期投完以后 Valid data投完一次以后 他在投票期完结之前 他是可以改变他的那个票格 比如说他受了一个什么群众的压力 他觉得投完赞成以后 群众他的 他的delegator就跑了 然后他觉得还是应该投那个反对的 他就可以在两周之内的投票期去修改 所以你作为一个delegator 其实是可能你delegate给他的时候 是一个取态 到最后他会变成另外一个取态 如果我自己也投一票 就能确保我手上的Litecoin 都是按我的那个取态来投票的 所以我希望会 应该说我我我我正式一点 我提出我希望 raise一个proposal是 让个人能自己去投票 简单来说就是直接民主 那因为现在是Valid data 才能raise proposal 就是我我我只能打嘴炮 然后我我自己其实raise不了proposal 我就在这里这个环境 说一下让看 呃酝酿一下 如果大家有也也也同意这个 呃我们可以在70V那个channel 我们继续聊一聊 然后觉得成呃足够成熟了 就可以把这proposal raise出来 也不用在这个会里面得到 呃百分百 甚至不不用在这个会里面得到 呃有一半的那个支持才能raise这个proposal 嗯我就交代一下那个背景好了 因为我超了两分钟 嗯看到有没有听懂 或者说有没有呃一个马上有一个呃 疑问也好或者说反汇也好 啊 宝博是有吗 你你你可能对这方面的想法比较多 宝博 但暂时没有 好 那我还是呃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按按那个呃原定的时间把它跑完吧 那我想在完结之前我我想在呃重复几个信息吧 啊第一啊这个会我们每个月会啊进行一次 希望保持在尽可能短三十分钟那么好搞定 啊每次都是在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上个月九月份的话会九月七号星期一的十八点三十分 这是本来是我们投票后的一天啊现在不说了那个呃 另外就是还有有什么信息就是鼓励大家再一次鼓励大家啊 啊现在有还有十几个validator的名额可以啊邀请你觉得啊应该做validator的个人或组织来加入到那个雷空的商态 第三就是啊很可能啊我暂定吧暂时定下一个会啊应该会改用英语来来进行 然后我啊会开始在那个港台以外的一些渠道也会宣传有这个会 然后啊如果我的宣传一点用都没有一个老外都没有我可能会再用一次我们再用一次啊国语来开 否则的话可能就我们还是继续那个啊要跟人家语言的命运就是用英语好了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感谢大家差了五分钟哎有一个小问题 我们啊其实我们在那个啊G0V的LightCon channel继续聊好不好 继续回你的问题去去G0VTW点slack.com然后进去然后进LightCon的channel 我们现在在在那边继续聊这个会我就先啊把它结束 谢谢大家我知道大家很忙然后抽时间过来非常感谢谢谢 thank you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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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